Action 歡迎收看GN這首話 哈哈 在庫的各位 都是樂社 欸 沒有啦 沒有啦 沒事沒事 大家都比高興喔 加油加油 志哥你有染疫嗎 他哥我沒有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用線上的這個方式來染疫呢 因為我們的攝影師染疫了 哈哈哈哈 所以呢我們就不能跟他在同一個空間一起錄影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還是保護好自己再一次用線上的方式來錄影 前一陣子呢 因為這個桃園雲爆也有確診的案例 那我們財品英雄呢也有確診的案例 所以呢大家都在這個十加七的狀況 比賽就稍微延宕一下 不過呢聯盟還有各個球隊一直不斷的 還是有開會在討論 錄影的剛剛已經有一個確定的共識出來了 四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共識就是 我們一定要見識達到我們 沒錯 不然我們就跟XXX沒區別了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在這個我們開會的中間呢 其實四哥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在分享 他當職業球員的心情 他就說其實在座呢 大概也只有我當過職業球員 嗯?嗯? 那我咧? 然後他就說 算半職業的聯賽 沒錯沒錯 那這樣講的話 我就可以接受 OK 其實呢真的 其實像二郎聯盟一樣 職業的聯賽呢 我們第一次要希望可以用比賽 來打出一個真正的冠軍的結果出來 不是說我們為了打完而打完 我認為我們要打完的目的 第一個是對球迷 不管你是球迷多球迷少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責任 第二個是 籌團自己 這一季以來的所有的準備 我覺得都要有一個交代的結果 對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畢竟職業它 你不能說喔 就喊挺的 對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T1聯盟第一季的冠軍 一定是用打的打出來的 我們後面的比賽呢 還有五場地勤賽 還有後面的季後賽 基本上現在四五的挑戰賽 百分之八十七點八七 應該都是我們 應該都是我們兩隊在打啦 很多球迷也是覺得說 這個挑戰賽四季度 並沒有輸給這個 我們整個季後賽 甚至是冠軍賽 那你們跟列姻其實 兩個也是有很多 比較尷尬的一些感覺喔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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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因為今天來賓是你啦 如果說今天來賓是錢偉辰的話 我就會講說 喔 基本上 你有百分之八千 就會做我們對列姓 哈哈哈哈 那我先說我的心情啦 我跟你說 基本上第一輪這個挑戰賽喔 林肥現在是打在等啦 哈哈哈哈 真的是有點打在等 沒有染疫的球員的狀況呢 其實是七八個人在開始做練習 還在隔離的球員呢 我們並沒有做一個所謂的這個 線上的一個訓練啊 完全就是靠他們自己 做一個影響的訓練好不好 林肅不管是後 N排還以及 還是你們小三貓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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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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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羽豹 我跟你講 我那天 帶我兒子 去動物園 你知道嗎 然後動物園前面 就有很多那個動物的腳印啊 他就 每一個腳印都去 踏踏踏踏踏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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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到那個動物我說 兒子 去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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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麼啦 因為畢竟我們輸球嘛 一聽到我說沒事啊我還好 一聽到我的口氣是輕鬆的 馬上開始他的口氣轉眼力你知道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現在哇塞 我們台幣比賽 不管是輸 獵鷹還是輸 這個 雲豹 突然一隊都是打來的 每天一輸雲豹 然後天尾城傳個信息給我 一時又狡猾的直接傳三個打扁的形狀給我 這是幹什麼 欸我們現在打球還背負了很多 你們兩隊的壓力 真的是 我們今年其實是真的顛簸顛簸 我們在走今年的賽程 四哥他也是私底下一直跟我講啊 我為什麼要用政府打那麼多時間 你以為我想嗎 還不是國正宗 他們是杜玉承他們受傷 還有劉鴻瓜嗎 這一期不能讓政委看到 一直在我掌握 可以看到這樣 沒事你很棒 加油 那今天的例行賽呢 也打到差不多算尾勝了啦 那有很多的個人獎項呢 最近我們聯盟的 這個IG啊 FB啊 也一直不斷的在放送 我們對於這個個人獎項的獎盃 我們是非常非常注重 還特地到苗栗的山上 去找那種目標師傅 就是我們的T1聯盟呢 希望說拿到的人呢 這個東西他可以真的是一份 打入新坎裡面的一份禮物 那我們呢就來討論一下 如果說你最佳防守球員的話 你心裡有沒有什麼人選 其實我們弟弟除了他的火鍋 封煮能力很好 以外其實他在往外的移動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聽到遠處傳來 有聽到了 FB那是畫的這個招牌 主題曲 沒錯 是的 因為呢我們這兩次錄影 都是同樣的時間在錄影 所以我們的主題曲 垃圾車的音樂又來了 我覺得在防守最佳防守權這一塊 我的弟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人選 不管是換防的時候 喬打打的時候他的防守 或者是在內線的防守 或者是在協防五位的防守 那他又是聯盟的主龍王 他是蠻有機會來掷爭這個獎項 是不是 你咧 我覺得因為他每一場球好像 也是有將近三個超級 聯盟第一 如果你真的要我選一個 這個我們聯盟的最佳防守權位的話 我會投給林秉勝 那再來 連度最佳教練 如果是你的話 我認為職業賽就是 你一定要看戰績 這就是他不變的規則 海森的教練 其實我覺得他 主題都表現得蠻穩定的 Joyce 那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選 就是太陽的教練 太陽其實有一段時間 跟我們跟台南是在很後面 對 沒錯 一小段時間 結果後來他們就打出了一波聯盟 他們就上去了 到這個球季結束 變成 第二名 第二名 這個就是在調整這一塊上面 整合的能力上面 我的想法呢其實跟你差不多 如果說我的第一名票的話 我會投給台中太陽的教練 Kamidos 最難能可貴的 他會特別針對他的 本土球員的隊形 去找洋將 然後讓洋將可以跟整個 本土球員的配合 很多這個網友會說 Tucker老師是獨留 但是一來到太陽 我那個天啊 我那個天啊 對啊 完全是幫助球隊為主 我覺得他可以讓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球員 但是 很有自我意識的一個球員 他能夠轉換他的心態 我覺得可以讓 本土球員跟外企球員 可以能夠有很好的摩得 我覺得Kamidos 他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我的票投給他 最重要的一個人 年度MVP 我們也可以把他解釋為 最佳本土球員 我會投給你們家小孩 哎唷 因為我打空球 以目前本土球員裡面 要有能夠控制比賽的 勝負的能力 小安的把握性是最高的 我們T1聯盟裡面的 本土球員的比較裡面 他是比較能夠去 左右勝負的一個球員 那如果是我的話 當然 你剛剛這個答案 非常好 我也是這樣子小安 我也覺得 小安他今天 整個他的輸出 他的表現 然後 幾場他不在的比賽 你看我 他都怕得這麼厲害 所以說他對於我們球隊的重要性 甚至對於整個T1的重要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重要 但是我當然還要再提另外一個人 就是阿巴西 新秀 完全是新秀的一個狀況 在他的第一年的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 有限量的球員 他有很強的一些得分手段 得分能力 如果說這兩個人比重的話 可能小安 我會給他 百分之六十五 那阿巴西 我會給他百分之三十五 我覺得後面 我們也會討論到 今年的 最佳新秀 T1是第一名 所以說你說 到底怎麼樣算是新秀 早知道我們兩個也打了 我們也可以有 有機會當新秀 對 如果我們兩個也打 就有機會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遇到 今天T1的 任何一個球隊 任何一個對手 任何一個球員 假如說是你的話 然後對上T1 你最希望對上哪一個球員 跟他可以好好過招 我希望你 其實我對誰都沒差阿 唉呦 哇塞 你看 我最喜歡你這個臭屁的客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對誰都沒差 反正我都被打爆阿 你屁啦 你不要在那邊 唉呀 其實做球員真的是 獎金就是最大的動力 中肯 中肯 真的中肯 那如果是我的話 也許是商禮 或者是庫薩斯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對於內線的這個 單打都是比較硬 比較硬的 然後他們的這個 內線的把握度也很強 我覺得你守得住庫薩斯 有什麼意思說 唉 很謝謝你給我 那麼高的評價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勾設 真的犀利 還有他在籃底附近的那種 第二波籃板真的很強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會 會比較失規的 那至於商禮的話 光是一對一在籃補下 我是覺得 比較不怕啦 說真的 你不要這麼客氣 你要說不是他就好了 你是 沒有啦 什麼不怕 欸 商禮 商禮的單打能力相當強 商禮的演技喔 我打球的時候 那個演技也沒有差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時候跟艾倫弄到他這樣 你知道嗎 屁到這樣走過來 他直接把我拉起來 你好了 欸 哥嘛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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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有一個 有趣的想法 想要證明的 風哥給我的想法 就是說 他是11歲了 他想知道說 他現在在出來打 他能打到什麼程度 對那些 年輕的球員來說 當然我也有想過啦 我也有想過啦 但是我們的就是 想想過 那反正我們今天的 GM垃圾話呢 大概就是到這邊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按讚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這個GM垃圾話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